147 大公報 鄉島中學推動學生見證面價值觀德獎教師助反叛生入證圖 2015年7月11日教育A15 近年香港社會私利 《教師的政治立場》 政治表態往往受到社會關注 卻忽視了教師最基本的工作範疇 德育和公民教育 將軍澳鄉島中學的忠賢芬 朱國傑 馮漢賢 多年來推行自主教育 令學生確立自己的目標從而實現自我 仲在今年一同在德育及公民教育領域獲得行政獎官卓越教學團隊獎 實習記者高俊謙堯現方堂代行與名言傳道 修業 解惑 成為中國社會對教師職責的共識 將軍澳鄉島中學的教師團隊為了解惑 設計了六指 指自律 自學 自尊 挑戰自己 貢獻自己和超越自己 忠賢芬解釋 課程是在十二年前開始跟獲丁像斥足 或即而設計 期望令學生認識堅毅 尊重他人 公民身份認同 責任感 承擔精神 關愛和誠信七個正面價值觀 讓不同年級的學生學習六指 不同的內容 忠嚴分舉例說 會安排中三的學生 嘗試為自己寫自傳 讓他們回憶自己的經歷 從而建立其自尊心 推動他們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他表示 學校會組織學生去香港以外的地方參觀 讓學生看看其他地方的同學 令他們可以認清自己的目標 開始規劃自己的生涯待日後實淺 放學後農莊滿面去玩成功的德育 甚至可以改變學生的性格 聞及有何深刻的故事 忠嚴分與同校得獎者馮看言 不約兒童地舉了一個女學生脫胎換骨的例子 該學生終於時轉學到將軍澳香島中學 當時甚為反叛 會跟老師頂嘴 放學後農莊滿面地去玩 隨後卻發分變得非常勤力 最終在常計民憑試考獲38分而直升大學 忠嚴分說 這個女同學事後向他說 最初中的德育他建立了自學精神和自尊 加上身邊好友的影響 他慢慢而識到我要努力了 忠考獲好成績 他俗說 放榜當日我去看他 他抱喬進 說非常多謝學校 殺是因為 默默耕耘多年終能夠獲得肯定 對於同事獲獎 作為幕後軍師的校長吳蓉輝也非常興奮 他說 德育及公民教育沒有考試 當初會注重新生學子這方面的發展 是因為發現現時的年輕人跟早年的很不同 認為現今年輕人容易受到傳媒影響 因此需要抓緊去教育學生 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 吳校長以辭之以恆一辭 勉勵同工 他說 教師應該給予耐心耐性去教育學生 不厭其煩去提醒他們 令他們潛移密化 此外 東華三院國一位中學的休春燕也獲得本年度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德育及公民教育 他的得獎主題是生命向導 作學生絕臟成長 51人獲班卓越教學獎 2015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作伍於政府總部舉行班獎例 表揚51名教學出色的教師 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劍 昨天親自到場逐一表揚得獎者 作曲級響 教師egal 教育師 學習信長官喔 學習道理 學習道理